在科幻电影《X战警天气》中,有一个源于埃及的角色,超级变种人法老,他拥有夺赦的能力,可以占据他人的肉体与精神。 在现实中,古埃及虽然旷古悠久,文化璀璨,但在中国的唐朝初期,埃及被阿拉伯人征服,自此,埃及便逐步转变成了一个穆斯林国家,原法老的后裔反倒成为了社会的边缘群体。 让我们回到1928年,当时,埃及成立了第一个大规模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名为穆斯林兄弟会,简称穆兄会。 虽然当时埃及已经在民意上摆脱了英国的统治,但其在外交与国防等领域却依旧深受英国的影响。 因此,穆兄会为了争取独立,开始在各地袭击英国人以抵抗英国的牵制。 并且,他们还在中东的多个地区扩展势力招募成员,并建立了许多分支机构。 而其中的一支牵凶会就跑到了叙利亚境内,逐步扎根积蓄力量。 当时,叙利亚的掌权者是阿萨德。 他掌控着一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并且他在执政中倾向于推进世俗化政策,这就引发了叙利亚牵凶会的强烈不满。 这一批人是坚定的原教旨穆斯林。 他们奉行教义至上,坚信教义凌驾于一切,主张叙利亚必须要走一条正教合一的伊斯兰绿色之路。 然而,老阿萨德对此却置之不理。 这也就导致了千年来反复上演的神权与王权之争再度浮现。 既然双方的理念相悖,冲突似乎是无法避免。 而后,穆雄会率先采取行动,他们孤注一掷派出此刻,差一点就成功暗杀了老阿萨德。 老阿萨德在惊魂未定之下开始快速调遣军队,对穆雄会盘踞的哈马城展开了焦土政策式的全面打击。 他动用了飞机、大炮、坦克甚至毒气弹。 持续半个月的攻击使得哈马城几乎成为了一座死城,城内满目疮痍,惨不忍睹。 历史将这次事件称为哈马事件。 这就是穆斯林对穆斯林,阿拉伯对阿拉伯的手段。 而更令人痛心的是,遭灾的大部分都是无辜的平民。 战后统计显示,遇难人数可能高达一至四万。 而叙利亚的穆雄会在这场镇压中几乎被彻底消灭。 残存的成员都逃往了其他国家,并开始通过自毁式袭击向叙利亚实施报复。 实际上,这支穆雄会可以被视为叙利亚版的哈马斯。 与此同时,巴勒斯坦地区的穆雄会分支正由一位名叫卡桑德人领导。 他在抗击英国殖民者的战斗中遭遇阵亡。 为了纪念他,当地的穆雄会将他们的军事力量命名为卡桑旅。 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理想决议, 建于巴勒斯坦地区同时居住着大批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 故而提议将该地区一分为二, 分别建立属于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两个独立的国家。 对于流浪了近两千年的犹太人来说, 能够重返他们的故土无疑是意义非凡的历史时刻。 然而,对于阿拉伯人而言, 联合国的这一决议他们却难以接受。 毕竟,当时巴勒斯坦的周边几乎全是阿拉伯国家, 他们占据着绝对的地缘优势。 所以,怎么可能因为意志联合国的决议就将土地拱手让给犹太人呢? 无解的历史难题, 双方注定无法达成一致, 于是冲突的爆发几乎已成必然。 因此,在以色列宣布建国的仅仅数个小时后, 第一次中东战争便拉开了序幕。 起初外界普遍都在担忧犹太人会再次遭遇灾难。 然而,尽管阿拉伯国家在人术和武器上都占尽了优势, 但却因为内部的混乱而难以形成有效的战力。 最终,他们被以色列军队彻底击溃, 并失去了巴勒斯坦地区的大部分土地。 2000年的漂泊之后, 犹太人重返故土宣告新生。 伴随着推土机的轰鸣, 犹太人将数百个村庄移为了平地, 为以色列的未来铺平了复兴之路。 而此时, 在推土机的另一侧, 一个年仅11岁的阿拉伯男孩正目睹着这一切。 他的名字叫亚新。 亚新虽然年纪上小, 却志向远大。 目睹着被摧毁的家园, 他的内心充满了愤怒与决心。 他立志要学有所成, 并读师复仇。 而后, 亚新前往埃及深造, 并加入了穆斯林兄弟会。 1968年, 他返回加沙, 重建了巴勒斯坦的穆兄会组织。 而这个组织, 后来被称为哈马斯。 亚新在创建哈马斯之初, 尽管雄心勃勃, 但他也清楚地认识到, 以色列是一个强大的对手, 稍有不慎便可能遭遇到毁灭性的打击。 因此在初期, 哈马斯选择了韬光养晦的策略, 他们通过设立学校、 开办医院和宗教扶贫等活动, 塑造出温和无害的形象。 凭借着这些举措, 亚新赢得了极高的民众支持, 这位哈马斯奠定了稳固的群众基础。 与此同时, 在巴勒斯坦地区, 另一支武装组织也在与以色列进行着旷日持久的对抗。 这个组织正是由阿拉法特创立并领导的法塔赫。 不过, 由于同为穆斯林的阿拉伯国家腐败无能, 因此他们屡次在与以色列的冲突中遭遇惨败, 几乎毫无还手之力。 尤其是在1967年, 这场第三次中东战争仅持续了6天, 以色列就以微小的代价赢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以色列方面损失了不到1000名士兵, 而阿拉伯方面的牺牲人数则高达2万, 甚至还丢失了大片领土。 这次惨败给阿拉伯人带来了难以磨灭的心理创伤, 最终也迫使一些国家不得不选择对以色列妥协, 甚至开始建立外交关系。 面对这样的困境, 阿拉伯特苦思冥想, 试图找到解决之道。 而他最终却选择了一系列的极端手段, 包括劫持飞机和绑架人质。 后来,阿拉伯特甚至开始将叙利亚穆兄会曾经使用过的 自毁式袭击战术引入到了他的行动计划。 按照穆斯林的《古兰经》, 自我毁灭的行为是被严厉禁止的。 他们的教义明确规定, 自我毁灭者不会得到宽恕。 然而, 一些极端派原教旨主义的经学家却另辟蹊径, 声称私人原因的自灭行为当然是不可接受。 但如果是为了公事现身, 那么就可以被视为通往天堂的捷径。 并且, 他们还宣称天堂里有72位处女在等待着他们。 这种教义让一些人相信, 通过自灭便能直接升入天堂。 于是他们便迫不及待地穿上了危险的背心, 毫不犹豫地走向死亡。 这种极端的教义将自毁自灭视为正义与光荣, 同时还将无辜的平民当作攻击的目标, 其残忍的程度可谓是突破了人类的底线。 而以色列对此自然是深感困扰。 在这样长期的冲突与报复的循环中, 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 法塔赫终于在美国的斡旋下, 开始与以色列尝试修复关系。 1988年, 法塔赫正式宣布建立巴勒斯坦国。 尽管巴勒斯坦国至今仍未被联合国正式承认, 但它已经与全球的大多数国家都建立了外交关系。 而值得注意的是, 以色列也同意了阿拉伯人建立巴勒斯坦国的两国解决方案。 然而, 问题的核心却在于, 巴勒斯坦国与以色列都不愿意让出耶路撒冷这座三角圣城。 对于犹太人而言, 耶路撒冷的圣殿山是他们魂牵梦营的圣地。 这片地方承载着犹太人的祖先亚伯拉罕以及以撒雅各的神圣故事, 因此这里被认为是神的居所。 因此, 他们对圣殿山怀有着极深的敬畏之心。 然而, 在阿拉伯人的叙述中, 圣殿山是亚伯拉罕试图把树长子以史玛利献为繁迹的地方, 这便使其成为了伊斯兰文化中重要的宗教圣地。 所以, 对这两方来说, 圣殿山都是绝对神圣且不可侵犯之地。 因此, 双方在耶路撒冷的归属这个问题上根本无法妥协。 1993年, 在美国总统克林顿的主持下, 巴勒斯坦与以色列签订了奥斯陆协议。 协议规定, 以色列要把从埃及和越旦占领的土地, 包括加沙地带与越旦河西岸的一部分, 归还给巴勒斯坦国。 而关于耶路撒冷的归属, 双方决定留待日后协商。 这一协议堪称历史性的里程碑, 似乎预示着几十年的冲突与仇恨, 终于有了解决的希望。 然而, 耶路撒冷问题的冷处里却引发了强烈的反弹。 极端情绪不仅存在于穆斯林中, 其同时也在犹太人中滋长。 而后, 一名愤怒的犹太极端分子甚至刺杀了当时的以色列总理拉宾。 这一事件令人不禁扼腕叹息。 而与此同时, 亚新领导下的哈马斯多年来却在积蓄力量, 静待良机。 当看到法塔赫正试图要与以色列和平共处时, 哈马斯对他们的不满几乎达到了顶点, 认为这无异于背叛。 而后, 亚新选择了高调行动。 在巴勒斯坦国成立的同一年, 亚新发布了哈马斯宪章。 他呼吁全体穆斯林要团结一致, 彻底消灭犹太人。 并且, 他明确表态, 巴勒斯坦问题没有任何和平解决的可能。 他在宪章中强调, 真主是目的, 先知是榜样, 古兰经是宪法, 圣战是唯一道路, 牺牲是崇高理想。 因此, 正当人们以为仇恨与冲突将逐渐消灭时, 局势再次发生巨变, 血光即将再现。 而后, 哈马斯迅速采取行动, 发动了多轮袭击。 以色列境内一时间战火纷飞, 局势动荡不安。 而几乎是同一时间, 伊朗的革命群众居然占领了其境内的美国大使馆, 曾经被视为伊朗贵宾的阿拉法特, 此时却因为师徒在伊朗与美国之间调停关系, 而被伊朗教主霍梅尼认为, 阿拉法特他背叛了革命。 于是, 霍梅尼随即鼓动群众冲入法塔赫驻伊朗的办事处, 将其成员驱逐出境。 而后, 霍梅尼转而盛情邀请了哈马斯到访伊朗。 虽然伊朗和哈马斯分别代表着什叶派与逊尼派, 两者在宗教的派别上存在着深刻的分歧, 但在共同的敌人以色列面前, 双方尽一拍即合迅速地达成了合作。 伊朗这个国家充满了历史的波折。 曾经的波斯人以上武和热情著称, 他们情感奔放能歌善武。 但在中国的南北朝时期, 伊朗被穆斯林征服, 自此这里便逐步地转变成了一个以伊斯兰文化为主的国家。 如今, 绰约多姿的波斯女子仅仅是因为不带头巾, 竟然就可能会有性命之忧。 这实在是让人倍感唏嘘。 伊朗在伊斯兰化后, 对以色列便展现出了深刻的敌意。 他们曾多次公开表示, 要将以色列从世界地图上完全抹掉。 于是, 霍梅尼领导下的伊朗政权不惜投入巨额资金, 向伊拉克、叙利亚、 也门、 约旦以及巴勒斯坦等地的武装组织提供支持, 以推动彻底摧毁以色列的目标。 到了2006年, 巴勒斯坦国正式举行了一场名不负实的选举。 最终, 长期由法塔赫主导执政的巴结组织在选举中一败涂地, 而哈马斯则趁时抓住了机会成功上台。 那为什么说这场选举看似正规却不尽其然呢? 原因就在于, 选举刚一结束, 两派的穆斯林武装便爆发了激烈的冲突。 而在经过立场惨烈的内斗后, 哈马斯占领了加沙地区, 而巴结组织则被迫退守到越旦和西岸。 自此, 巴勒斯坦的内部便形成了化国分治的局面。 并且最重要的是, 这两地之间还隔着一个强大的以色列。 时至今日, 法塔赫虽然在越旦和西岸维持着他们的统治, 但他已如同被拔掉牙齿的老虎。 现在的他们也只能作为巴勒斯坦国的对外窗口, 主要负责接受各类国际的援助。 而哈马斯则依旧资着嗜血的獠牙, 保持着强硬的立场。 在经过了一系列周密的计划之后, 哈马斯发动了举世震惊的阿克萨洪水行动。 其中, 也包括了2023年10月7日 对以色列境内雷姆音乐界的残酷袭击。 为了策划这次突袭, 哈马斯费尽心机。 他们就像是效仿当年的日本 在偷袭珍珠港前假装和平的策略, 表面上一片平静, 同时还不断地向法塔赫释放着眼齐息鼓的信号。 这以精心布置的伪装 甚至成功地欺骗了美国和以色列的情报机构。 此事, 让美国中央情报局和以色列摩萨德大肆颜面。 多年来, 虽然哈马斯频繁地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 犹太人时而就会有零星的人员伤亡。 然而, 这一次的情况却与以往截然不同。 雷姆音乐界的反人类事件彻底震行了以色列。 在这次事件中, 有超过1400名的无辜平民不幸罹难。 以色列作为一个小国, 总人口不过千万。 这一损失相当于美国在一天内失去了四万人。 事件发生后, 以色列举国愤怒, 于是他们迅速地将此次行动定义为犹太民族的生存之战。 民众们情绪激愤, 政府也不再理会任何外界的呼声或压力。 在确保了平民撤离之南部后, 以色列的地面部队开始对加沙地区发动了悬面攻势。 他们在空中部署了最先进的F-35战机, 地面则是由推土机、坦克和步兵协同作战步步推进。 以色列一贯都是使用重型的航空炸弹进行打击, 但加沙地区的人口却十分密集, 持续的炮火连天也就导致了大量的平民患难, 局势极为被动。 这似乎是延续了多年来的惯例。 哈马斯发动袭击, 以色列展开报复, 随后导致平民的苦难, 接着引发国际社会的压力, 最终双方停火谈判并交换人质。 然而, 这一次的局势却完全打破了以往的循环。 国际媒体纷纷将目光投向了以色列, 并质问以色列总理梅塔尼亚胡, 面对如此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 以色列为什么仍然拒绝停火? 而梅塔尼亚胡却以一个例子作为回应。 二战期间, 英国空军在轰炸纳粹德国的总部时误炸了一家医院, 导致了多人的离世。 然而, 英国却并未因此受到指责, 因为这被视为在战争中不可避免的代价。 说完这些, 内塔尼亚胡便转身离去。 与此同时, 以色列方面也多次强调, 所有要求停火的呼声只会导致更多平民的苦难, 因为哈马斯将会更加笃定利用平民作为保护伞是有效的。 也就是说, 遇难的平民越多, 以色列面临的国际压力就会越大, 而哈马斯自身则会高枕无忧, 更加安全。 因此, 以色列方面表示, 只有让哈马斯明白, 即便是躲在平民的背后也无法避免被打击, 那么平民才能真正地获得安全。 而纵观局势, 即便是美国出面要求以色列要进行人道主义停火, 但以色列方面也仍是毫不妥协。 看来, 内塔尼亚胡关于生存之战的表态并非虚言。 两国方案被视为消除以巴仇恨实现区域和平的最佳路径。 然而, 由于哈马斯和法塔赫这两个党派各自为政, 加沙与约旦河西岸分裂割据, 因此以色列根本无法确定和平协议的签约对象, 而且无论与哪一方达成协议, 另一方都难以接受。 此外, 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设立定据点的行为, 也引发了包括了美国在内等诸多国家的广泛批评。 再加上外围的搅居者伊朗, 一直在不遗余力地阻碍着中东的和平进程, 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以巴和平的巨大障碍。 而哈马斯的高层几乎都是旅居海外, 他们在严密地保护下享受着来自多方的巨额援助, 过着奢侈安逸的生活。 所以, 如果真的和平了, 那么他们便需要全力投入其国内的建设。 相比之下, 维持现状享受着宝马乡车和锦衣玉石的生活显然更为轻松。 因此, 这场革命斗争似乎注定无法停息。 于是, 在这片狭小的巴勒斯坦地区, 其宗教冲突、 民族矛盾、 国家利益和历史的恩恩怨怨相互交织, 再加上一些势力的暗中挑拨, 局势也就愈发地复杂且无解。 但如果哈马斯真的被彻底清楚, 加沙与越旦和锡案也交由县政府八级组织接管, 再赋以国际维和部队的协助, 那么和平是否会真正到来呢? 或许, 这个问题还需要时间来回答。 好了, 这一集就是这样, 感谢你能够看到这里。 这里是床台, 你的床边历史电台, 一个穿越过往漫说历史的频道。 我们下集再见。 。